当然今天一开始我们全世界人 特别是海峡两岸都在讨论 拜登总统昨天究竟说了什么 意味着就是什么 这个话题其实在过去四十多年来 海峡两岸不断讨论 自从1979年 美国选择承认中国大陆 而跟台湾断交之后 一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美国人始终没有做有效或明确的回答 那就是一旦台海发生战事 中共对台湾发动战争的时候 美国会不会来援助台湾 援助当然包括了给予武器 也包括了提供武力的协助 甚至出兵帮助 这里面也非常牵涉之广 但美国人过去以来 所有的回答都所谓的模糊的回答 外交辞令完全没有做肯定的回答 美国人认为这就叫做战略模糊 也确保了台海两岸在过去四十年来稳定 因为你猜不到我的底岸是什么 中国大陆就不敢轻易的出手 台湾的安全就可以获得保障 很多人主张这个论调 而且一直维持了四十多年来 但昨天拜登总统在美国CNN的一个电视节目中 接受观众问答的时候 他说出了五个字 同样的问题 他的五个字就是 Yes, we have a commitment 这五个英文字引起了全世界讨论 这意味着美国的政策要编得明确吗 因为这五个字就我们中文的翻译来讲 可以翻译成 是的,我们有承诺 是的,我们要来保卫台湾 是的,我们要来捍卫台湾 是的,我们会对台湾给予武力的帮助 中文的解释太复杂了 英文就这五个字 究竟拜登在说什么 今天我们看看美国媒体的讨论 其实没有太多的篇幅 因为有不少人认为这是拜登的诗言 当然也有认为他可能讲的真心话 不过最重要的是 拜登发言之后没多久 美国国防部长就在NATO 在NATO的会议 也就是北约组织会议中 立刻说出一段 就是美国是坚守一个中国政策 同时又把原来的外交辞令 搬出来讲了一堆 事实上就是似乎有意 在澄清拜登并没有说出任何心意的话 白宫也发表了谈话 澄清美国没有任何政策性的改变 因此我们今天看看 比较美国《华盛顿邮报》 跟《纽约时报》两端的讨论 《华盛顿邮报》认为 可能只是拜登的誓言 同时举出了拜登在今年8月 接受美国媒体访问 谈到了协防台湾这个问题的时候 也声音说错了话 因此有可能他只是再一次 在这个非常需要谨慎用词的 外交重要战略问题上 再一次话说得太快 我说得太足了 但也有人认为 他可能是在无今中美军力战略竞赛 以及即将跟习近平举行高峰会之前 刻意地放出一些声扬 今天就有美国的 所谓的美国的共和党议员 就在电视上表示 台湾正是民主跟独裁作战的第一线 美国当然要保护它 因此也有人对于拜登今天的发言 表示鼓舞 也有人怀疑他只是说错话 究竟这里面的解答什么 我们相信很久以后 我们都不见得会有答案 但至少今天这个讯息 引起了大家非常非常广泛的讨论 美国总统拜登上任以来第三场 电视直播领明大会 21号晚间在东部大城 巴尔地摩登场 和CNN当家主播库博担任主持人 满场超过500位民众出席 拜登在台上一一回答来自台下的提问 90分钟的里民大会 民众提问内容 包括教育 所得税与老年照护等 都是和民生有关 但是在节目尾声 最后一位发问的大学生 却抛出完全不一样的议题 前短回答确有重大意涵 过去几任美国总统 从来没有亲口说出要协防台湾 拜登是第一人 但就这么两个单字 根本是语言不详 主持人马上追问 多了一句我们有承诺 是否就要放弃长久以来 遵循的战略模糊政策 由于提问时间已经结束 拜登没有机会继续说明 留下很大想象空间 海公则马上回应 拜登所谓的承诺 是在台湾关系法之下 坚持承诺继续支持台湾自我防卫 强调不打冷战 却亲口承诺防卫台湾 看似相互矛盾 不过说话时机 以及巧妙运用问答的方式 耐人巡贵 且解放军最近的活动 对台湾形成极大威胁 从14号开始 中国海军和俄国舰队 在远东大港海森威附近海域 行年度联合军事演习 虽然对外声称 目的是要提高两国 共同应对海上安全威胁的能力 但距离日本本土不到900公里 让外界质疑 两国在同时演练 万一日本和中国 因为台湾问题发生军事冲突 俄国海军如何及时支援 中俄军演结束后 央视又播出另一段影片 声称是解放军第73集团军 在福建沿海进行实战演练 影片中可以看到解放军士兵乘坐橡皮艇 抢滩登陆作战 投掷烟雾弹 突破铁丝网 并在沙滩挖掘壕沟 以固守阵地 迷人一看就知道 根本是在恫吓台湾 另外根据英国媒体报道 解放军在今年7月与8月 两度试射超高音速飞弹 有可能就是时速达10倍音速的东风时期 发射后不到10分钟 就可命中台湾的目标 走着发射 不论是海上部队 地面部队 还是高科技火箭部队 解放军大秀肌肉 一再地禁逼台湾 同时挑战美国 维持台海稳定局势的决心 拜登当然要跳出来呛瞎 而且做这件事的 还不止华府最大咖 PRC的亡犯在沙滋亡 它在台湾的亡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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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议院外交委员会20号 进行驻中国大使任命听证会 获得提名的资深外交官伯恩斯 都还没赴中国就任 就先把中国彻头彻尾 数落一番 伯恩斯大声疾呼 华府政坛必须不分党派 共同支持协助台湾自我防卫的能力 两人仿佛说好了 一大一唱高分贝护台湾 我们奉劝博恩斯先生认清世界的发展大事 不要低估中国人民 捍卫自身权力的坚强决心 坚定意志 多说建设心的话 多做建设心的事 伯恩斯痛批中国恶霸 彻底撕破脸的发言 让人难以相信 他未来是要如何担任 美中两国沟通的桥梁 对中国的强硬态度 表面上说不打心冷战 却已相差不愿意 曾经担任中情局长 以及国防部长的盖茨 凭着在国防与情报界 长达十年的资历 彻底了解中共的本质 认为北京当局 不会放弃武力犯台的企图 因此提出更具体的 美国抗中策略 有两个方式 我们需要专注 第一是缺乏 在国际的身份 在国际的身份 第二是缺乏台湾的能力 去抗抗自己的能力 不动访问台湾 提升台湾自卫能力 美国政府与民间 齐口同声 但台海一旦有事 美军真会义无反顾持缘吗 台湾煞时成了国际 关注热点 美国抗中狂打台湾牌 势必将引来更多交战之火 无意让中美两国元首 迷离前的线上峰会气氛 变得更加诡计与猜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